在之前的节目中我说过 现在没有一台手机的弱格式 是可以明显强于它的直出JPG的 我估计您也听说过 什么iPhone的弱格式有多强这样的话 是吧 那到底您被骗过没有呢 当然了 这个被骗也可能是被我骗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用iPhone 16 Pro Max 来看看iPhone的弱格式 跟JPG的表现怎么样 那之前呢 我做过小米14 Ultra那台手机的弱格式 跟JPG的对比 那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 经过计算摄影之后 它的JPG的表现确实已经非常厉害了 完全不耽误您的拍摄跟创作 当然这两期我们聊的都是 手机的弱格式 跟经过计算摄影的JPG的表现 那些单真成像的设备 比如说相机 还有什么无人机这样的设备 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而且这期虽然说我们主要聊的是iPhone 但还是会穿插加入一些 小米弱格式的对比 因为手机跟手机不一样 欢迎收看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 尤其是加关注 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 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 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 在我们的节目中呢 一直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 本期的摄影环节 依然选用了在视频恢复中 大家上传上来的优秀照片 希望大家也能像这些网友一样 多多出去走走 拍摄身边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什么设备拍的 因为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 欢迎收看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iPhone 16 Pro Max的弱格式 跟它这批机的表现怎么样吧 iPhone 16 Pro Max后摄是三块镜头 主射超级耳和5倍的长焦 这期一上来咱们就直接先说 后期还有调色方面的区别 iPhone的弱格式是分1200万像素 跟4800万像素两种尺寸的 那么这两种尺寸的弱格式 在极限环境下 空长度的表现是有区别的 那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4800万像素 跟1200万像素弱格式的对比 在这种极限环境下 4800万像素它的亮部已经完全过曝了 亮部已经失去细节了 而1200万像素的弱格式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种情况不光出现在夜景的极限环境下 白天高难度的空长度场景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你追求极致的后期空间的话呢 弱格式尽量选择1200万像素的 那再看一眼相同场景 直出JPG的表现 直出JPG呢是2400万像素的 这个时候它的解析力是很好的 而且亮部细节的还原也很棒 也可以轻松调节亮部暗部的细节 它的后期能力也是很高的 那后面就都选择1200万像素的弱格式 跟直出JPG进行对比了 先看第一个场景 很多人选择弱格式拍摄呢 是担心JPG会出现色彩断层 这种情况大多会出现在天空这种色彩有过度的地方 还有就是下重手进行后期的时候 这种色彩断层呢会更加明显 那么现在就是没有调整前的原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色彩断层的地方 那下面咱们就下重手调节一下 看看两边的对比怎么样啊 这个效果呢在后期里边已经算是下手挺重的了 跟原片比起来效果差别是巨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放大看的话 也没有发现JPG跟弱格式 在色彩过度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啊 当然了在细微的地方肯定会有区别的 因为JPG跟弱格式都是经过计算摄影多张合成的 它们的颜色信息方面多少会有一点点区别 叠加了相同的后期效果之后呢 显出的效果肯定也有一些不同 但是整体的色彩过度啊 层次啊 清晰度这方面呢 区别确实不大 那咱们再换一种后期的效果啊 这种效果手法就更重了 色温什么的变化就更大了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有局部跟刚才的效果比 色彩层次方面有些区别 在照片的整体方面 比如天空还有云层方面 它们的色彩断层啊 还有层次显现啊 基本上是一致的 虽然说弱格式确实在理论方面 不会出现色彩断层 而JPG在理论方面呢 有可能会出现 但是在这两种比较极端的后期处理情况下 JPG的表现也不比弱格式差 是吧 最后再换一种重手法的黑白调色 这种调色可以让色彩过度更加的明显啊 如果会出现色彩断层什么的 那么黑白调色 尤其是这种黑白调色 是更容易看出来的 那么经过两边的对比呢 呃 若格式跟JPG的后期效果 确实区别不大啊 那再换一个场景吧 这个场景天空的色彩过度 就更加的明显了 那咱们看看这个场景下 若格式跟JPG的对比会怎么样 画面中间的部分并不是死黑啊 是可以调节的 现在调节的还是JPG的照片 稍微调节一下呢 画面中间部分的细节就会呈现出来 那么若格式呢 更可以调啊 随便调 之所以JPG也能调呢 那之前也说过啊 它是经过计算摄影 多张合成的JPG照片 它的暗部呢 是有信息的 只要有信息就可以随便调 那回到这个场景 若格式跟JPG的对比上来啊 现在用第一种重手法的调色 来看看两边的对比 方大看呢 如果看树的部分啊 确实是若格式的表现更好 这是因为调色的时候 我是以若格式为基础进行调色的 JPG那边呢 就是叠加相当的参数 树这边不重要啊 关键是看天空的色彩过度啊 云层的层次这些 如果当时仔细调树的话呢 那天空的色彩过度这些 就会出现很大区别了 那再换一种调色风格 这种风格的差别 变化也挺大的吧 色温什么的全改了啊 云层跟天空的分界 反正你仔细看仔细找吧 两边的效果差不多啊 层次啊 色彩过度这些啊 反正JPG跟若格式比呢 后期能力差不了多少 当然由于两边叠加的是相同的参数啊 调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细心 有些地方若格式的表现还不如JPG呢 比如说云彩的边缘 色彩过度方面 JPG的表现更好一些啊 当然这种情况呢 是个例 只要稍微再调一下色啊 稍微调整一下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最后再换上一个重烧法的黑白调色啊 在这种调色的情况下 两边的色彩过度啊 还有层次啊 就会更加的凸显 当时我也来回扒了来回对比了 总之呢 就是现在手机的若格式跟JPG 注意啊 是手机的啊 那些单真成像的相机 什么无人机什么的 不在讨论氛围之内 咱们只说手机 他们经过计算摄影的JPG跟若格式 在后期空间上来说呢 区别不是很大啊 这里再说一嘴 iPhone的若格式跟直出JPG 在阔长度方面的表现吧 这两种格式在Adobe软件里面 比如说Camera Raw 还有Lightroom 打开的时候呢 若格式跟JPG表现出来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啊 这点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红角 他们的亮部啊 跟暗部显现出来的细节呢 也都是很接近的 而且他们在后期空间上也依然是很接近的 比如说现在是若格式啊 打开之后呢 暗部跟亮部啊 都可以随便继续调整 色温的调整呢 也不在话下啊 那么JPG呢 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 虽然说它是JPG细手片 但它是经过计算摄影之后 多帧合成的这批照片 它也同样保留了足够多的暗部跟亮部的信息 那么暗部呢 比如说树干也可以再继续调整 想亮点想暗点都没问题 天空中的云层也是如此啊 亮了暗了都可以调 包括色温都可以调 每期节目中都会有空暗度的测试 聊空暗度呢 就是在聊照片的后期能力调色能力 只是有些人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这是我的失误 我也没想到有一部分朋友 他没有怎么动过手 他就会说就会打字 而且这一部分人呢还特别会打字 后期空间这部分咱们聊完了 下面咱们看看解析力方面啊 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 主摄的参数都列这了 就不挨个念了 咱们看实拍样片 颜色方面就不多聊了 前面你们也看到了 颜色什么的都是可以随便调的 而且好吃的好看的 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的 咱们这个环节呢就聊解析力 如果你非常重视后期的效果 那么你就用一千两万万像素的弱格式去拍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它的解析力是比不了 默认模式下JPG的2400万像素解析力的 镜组的光学质量跟边角画质就不用比了 毕竟都是一个镜头拍的 咱们直接看下一组样片 那么解析力方面呢 依旧是默认模式的2400万像素的 JPG解析力会更高一些 那如果都换成4800万像素的 高清模式拍摄的话 解析力方面 两边差不多 但是仔细看的话 还是JPG的稍微强一点点 哦对了 一说解析力的对比 有的想起之前小米14Ultra的弱格式跟JPG对比那期 很多人不管看没看啊 他直接就说弱格式的优势是它的锐化少 数码处理痕迹少 弱格式是食材 是用来让你做饭的 JPG都已经是做完的菜了 或者说是预制菜 那这组对比你怎么说呢 它们都是小米14Ultra主摄的对比 一个是弱格式 一个是JPG 可以看到弱格式它的计算摄影痕迹非常严重 锐化是非常重的 反而JPG直出那边的效果是更柔和的 当时做那期节目是为了告诉大家 小米14Ultra的直出JPG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而不是在说它的弱格式不好 如果我想说它的弱格式不好的话 当时你们就会看到这组对比 因为它的弱格式就是经过计算摄影 经过多张合成之后的弱格式 像这样的情况呢 小概率啊 小概率都会出现 包括iPhone也一样如此 再说超广角的表现 硬件参数呢都列这了 咱们直接看实配相片 超广角跟主摄不一样啊 它默认的JPG出片就是1200万像素的 不是2400万像素的 那跟1200万像素的弱格式比呢 解析这方面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 再看一组对比 同样的两边的差距也是微乎其微的 解析力方面非常接近 超广角的弱格式跟JPG都是有48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那么解析力方面呢 两边也是非常接近的 再说中长焦的表现 长焦呢 iPhone 16 Pro Max是一颗5倍的光学镜头 参数都列这了 咱们直接看实拍映片 映片呢还是先从2倍的数码变焦开始看 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 还没到长焦呢 还有就是从2倍开始 iPhone就没有4800万像素高清模式了啊 虽然说拍摄的时候也有这个选项 但是成片呢就是1200万像素的 那弱格式跟JPG比呢 解析力相当接近 现在就是5倍镜头的弱格式跟JPG的对比了 解析力方面 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现在是最远的数码变焦25倍的对比啊 同样的 弱格式跟JPG的表现 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最后再说一下夜景啊 那夜景的开头呢 再说一下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在极限的场景下 如果你要享有很好的后期效果 那么你就用1200万像素的弱格式去拍 别用这4800万像素的弱格式 因为4800万像素的弱格式 在多张合成方面可能会合成不过来 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它是比不了直出的JPG效果的 那夜景的对比呢 后面弱格式我们都用1200万像素的做对比啊 那么像这些场景呢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望角 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 弱格式跟JPG的表现都差不多 注意啊后期能力也差不多 后期能力我们前面都已经 掰开揉碎的讲过了啊 哦对了还有这个场景 4800万像素的弱格式 在亮部的颜色呈现方面 也是没有1200万像素的弱格式 跟JPG的表现好的 虽然说后期可以调啊 但你干嘛不直接拍出来颜色就好呢 对吧 还有一点 就算你是用1200万像素的弱格式 和直出JPG 亮部的细节也是有损失的啊 注意看那R4小时 应该是有一小中文字的R4小时 它是拍不出来的 后期也修不出来了 但是小米之前在这个场景 它的直出JPG是可以直接拍出来的 而它的弱格式也是拍不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场景下表现最好的 就是小米的直出JPG的表现 现在是iPhone5倍长焦的弱格式 跟JPG的对比啊 两边依然是非常接近的 后面呢就是激暗场景的对比了 激暗场景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 而且打开夜景模式之后啊 iPhone就没有4800万像素高清模式一说了啊 只要是用的是夜景模式 就都是1200万像素输出的 而且在激暗环境下 弱格式跟JPG的表现是非常接近的 就不细展开了啊 结论就是如此 到了收尾的部分了 咱们总结一下开头说的话题 是否现在没有一台手机的弱格式 可以明显的强于它的直出JPG 没错 结论还是如此 我测试过很多手机啊 包括Pixel 包括Vivo Oppo 还有现在你们看到过的小米 跟iPhone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的弱格式都不会明显的强于它的JPG 不要被器材和格式上的迷信阻挡了自己 想拍就取拍 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 OK到结尾了 希望本期节目内容对您有帮助啊 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